宜蘭在今天下午有一名来自新北的车主 载着三个朋友专程来到这儿要来素溪 由于事前没有勘察水日情况 皮卡的前轮一碰到沙洲就卡住 随后直接被海浪给冲翻 三个人七手八脚用绳索绑住淹没在水里的车辆 车顶上还有一名消防人员边摆手势 边和岸上的队友沟通 要如何将这台重大将近两公顿的丰田皮卡拉上岸 由于车子体积过于庞大 消防队员最后只得找来大型机具将它拖出沙洲 宜蘭三十号下午六十八岁的流姓车主 从新北开车载着三名好友一同前往宜蘭南澳南西出海口素溪 由于事前没有勘察水域状况 皮卡一下车轮胎就深陷沙洲 随后遭到海浪冲击 导致整台皮卡灭顶翻覆 民众见状赶紧找来消防队帮忙 因为车内还有四个人受困在水中 情况一度很危急 索性硬盘有热心的沙滩车业者和调客协助救援 帮助车内四个人脱困 才让这场卡车惊魂季圆满落幕 记得李柯彦一览报道